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有小河 後面有山坡 欢迎收看嘻哈高雄 我是阿超 我是秘密佳 为什么一开始你要唱儿歌啊 你不觉得虽然它是一首儿歌 但是它很美吗 一个家后面有山前面有小河 好棒好想住在那边哦 哎呦你忘记了吗 我们居住的城市高雄 就跟歌词一样很美啊 像现在呢我们就在柴山 前面就有一片美丽的海洋 而且你知道吗 海洋观光是各国都爱积极发展的 高雄这个深水港湾的条件 就很适合游轮啦 及游艇的停靠 还可以做一些船类的休闲活动哦 真的耶 高雄真的好美哦 而且它的海岸线 从茄定一直到林园 长达65公里耶 除了这样的自然美景之外 还有16个渔港哦 有新达港 鹅阿寮及我们的 其今是观光的渔港哦 那你知道最近还行政了一条 蓝色公路 蓝色公路我知道 它是一条海上的航线 主要呢从高雄港出发 一直到鹅阿寮 要让大家体验海陆双行程 走入渔村 体验原汁原味的渔村生活哦 说了这么多 我已经迫不及待 开始体验高雄新玩法了啦 准备好吗 涌场海港城出发 高雄拥有得天独厚 深海港湾的条件 港口与城市距离是非常的近哦 适合国际游轮停靠 以及游艇返船等船舶休闲活动 加上四季宜人的气候 让世界各地的观光客 冲着海港城的观光魅力而来哦 从高雄港到柯子寮的蓝色公路 于2014年10月首航 吸引许多旅游团体包船体验哦 已经开始登船了 咪咪讲 阿超 动作快哦 让我们用不同的交通方式 感受高雄的海洋观光游程吧 搭上了高雄轮 从香蕉码头出发 预计一个小时的航程 快乐地出旁了 咖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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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 各位我们刚刚下船的那个地方叫三号码头 一号码头在哪里 从新运码头 Raspat lector 但是我們順時都給它算了 我們一共有118軸碼頭 這是我們高雄港的問貨 不過我們高雄港 也現在從1號碼頭到20號碼頭 我們作為休閒觀光的碼頭 每班船上都有導覽老師 跟大家介紹沿岸景色喔 逗趣的分享高雄故事 遊客們們都聽得津津有味 船子出港後一路向北航行 會經過西子灣、中山大學、柴山 沿岸一帶都是珊瑚礁海岸 景色是相當的優美 咪咪講阿超 我們上甲板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吧 我覺得這條船它最特別的地方是 總共有三層 然後我們在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 看到的風景都不一樣喔 我們到第三層就可以呼吸這樣 新鮮的空氣 對 而且海風吹來超舒服 還有一點淡淡的鹹味 對啊 而且在這邊空氣很新鮮 如果你會暈船的朋友 可以上來一下 然後沿路可以欣賞我們漂亮的美景 我們這一個航程會經過 西子灣、柴山還有左營的軍港 難怪剛剛發現柴山 平常不是都開車上去 開動物園 然後我們現在在看 那山好大耶 可以看到它整體 對啊 超美的 很壯觀 真的 目前藍色公路採用包船的方式出海 非常適合企業團體來乘租喔 感受一下大船出海 霍朗開朗的壯闊海景喔 整台船最不怕陷的 肯定就是船長啦 負責掌舵確保船隻的航向喔 欸?似乎有騷動喔 原來不知不覺 我們已經抵達了柯子寮 準備大船立港囉 我們來到了子關的蚵仔寮 這裡早期養殖了成千上萬的生蠔 也就是蚵仔 而且這裡大部分的居民 都是以哺漁還有養殖業為生 所以這裡取名為蚵仔寮 不過最近幾年呢 成功了將傳統的蚵仔寮漁港 轉型成觀光漁市場囉 也因為轉型成功 所以每逢星期假日都人山人海 吸引很多外地的遊客前來消費 還三度榮獲全台十大魅力漁港喔 而且在去年的夏天 還多了一個新亮點 日關漁市場大樓 就是將漁民現撈起來的漁獲 分類包裝進行拍賣 還獲得了全國第一座 HA CCP認證生鮮拍賣漁獲市場 哇 這麼特別的活動 當然就是要帶大家來體驗一下 今天還特別邀請到一位 漁業生鮮達人 要帶大家更深入的了解蚵仔寮漁港 GO 嗨 課長你好 兩位主持人大家好 你好 漁業生鮮達人黃課長 不敢不敢 歡迎歡迎 蚵仔寮漁港 它是一個很傳統的生產漁港 那就是所謂的現撈漁港 現撈漁港 現撈漁港 現撈漁港就是 早上我們的漁夫 大概凌晨大概三四點出海 然後中午12點 回到我們柯子寮漁港 然後我們進行拍賣 那拍賣到我們大概 下午的兩點半到三點 換老婆接手 零手 全家總動員 全家總動員 就是我們的觀光漁市 對 可以說我們整個 柯子寮的一個漁獲呢 算是我們南台灣 也是全省現撈漁獲 漁獲量最大的一個漁港 然後也是很新鮮的 對 一年大概有六億的 一個拍賣 哇 熱情的黃課長說 來到柯子寮 一定要先帶大家去一個 刺激的地方喔 好冷喔 不是說吃海蟲嗎 對 為什麼課長帶人來這裡 而且越來越冷 對啊 課長你帶我們來這裡幹嘛 歡迎你們來到我們 魚惠的冷凍場 不是要去吃海蟲嗎 是啊 要吃海蟲 是不是 你看啊 詩子星都發了 來 吃海蟲 先插手 課長真的很貼心耶 都知道吃東西自己 要先插手 那我們那個餐桌在哪裡 我們是先看圖吃海蟲 黃課長 你也很愛公聲笑耶 光看又吃不到 難不成都冰在冷凍庫裡了嗎 為什麼今天要來那個冷凍庫 對啊 冷凍庫 因為我們冷凍庫呢 算是我們在蚵仔冷 當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因為我們每天呢 捕獲的漁獲非常非常的多 對 那當漁獲量大於呢 整個一個供給的時候呢 它價格會崩盤 這時候呢 我們冷凍廠的功能就出來了 要趕快去保證價格收購 對 那我們把這個價格呢 收購 這些漁獲收進來以後呢 就到我們的加工廠做一個加工 加工完了以後呢 就儲存在我們的冷凍庫 冷凍庫 一般我們印象中 河灣三四零度結冰嘛 對啊對啊 我們這邊是-25 我們先回去好了 -25度 進去不會馬上就結凍了嗎 不會不會不會 不會嗎 對 所以我們一般我們要進去之前 我們要深短深運動一下 好 好 嘻哈高雄芝麻開門 太小聲了吧 而且我剛剛不是還光誇你當年大哥 怎麼會這麼弱吧 不要 嘻哈高雄芝麻開門 誠意不夠 誠意不夠 我要誠意喔 這個時候呢 怎麼辦 我就要教你們兩個怎麼樣打開這個門 集中練力 然後舉起妳的左手 舉起左手 來 舉起妳的右手 舉起右手 好 預備 開始 星大高雄芝麻開門 它開了耶 走吧 走 阿里 阿里 走 等一下 好難喔 等一下不行 我快不行 好冷喔 好冷喔 來 我們拿起我們的毛巾來 趕快搖 來 一直 快 動作 動作 速度 動到不行的毛巾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呢 厲害吧 好厲害喔 捷克 真的是太神奇了 零下25度的低溫 讓死毛巾瞬間點空空喔 因為我們直冰場呢 對漁民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地 漁業用兵的補給 一般我們魚 它一上岸以後呢 在漁船上 它就已經死掉了 那為了要保持它的一個鮮度呢 所以我們需要有大量的漁業的用兵呢 對 把它的那個鮮度保持住 所以一掉上去就馬上放進那個冷凍庫裡面 激素冷凍這樣嗎 不是 就用我們的冰塊還有海水呢 把它冰場 用最短的速度呢 開回到我們赫草漁港 來做一個拍賣 最新鮮的漁獲 對對對 所以新鮮的漁獲呢 一定要有漁業的冰塊 對 把它冰場 它的鮮度才會保持 然後保持 價格才會賣得好 原來我們的製冰場 也有這麼大的功用耶 對 那製冰業來說很重要 是的 沒錯沒錯 那製作過程是怎麼弄的 製作一支冰呢 大概要24到30個小時 你煮那麼久 我之前冰那個冰塊都很快呢 沒有沒有沒有 它要透過我們的壓縮機呢 然後在我們現在腳底下採的 這個都是冰塊 這個這麼大 對 難怪要這麼久 因為一支冰呢 是300磅 130公斤 大概是三個你 三個我 然後兩隻阿超 兩隻你 對 很大很重耶 對 那一天呢 我們只能生產180隻 嗯 經過24點間的結凍 開始進行調兵 以及脫兵的作業 入水的大冰塊 一個個脫模 準備倒兵喔 現在要給你們一個任務 任務 對 什麼任務 任務之前 我們要給你武器 武器 這塊條 有點可怕耶 先發一支武器 好 我們的任務呢 就是要把現在呢 做完的冰塊呢 拉到我們的對岸 對岸 對 要透過這個溜滑梯 好 對雖然很短的距離呢 但是呢 還是很辛苦的 還好 我覺得應該還好 還好 而且那個冰不都滑滑的 對 沒錯 看一下我們站出去最低的秘密講 好 來 好 走 好 走 走 走了 再 欸 你要用力啊 不要碰到我 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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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why 對 超難的耶 我不懂 我不懂要怎麼動 他真的拉不動耶 對啊 阿嬤我們一起 好 1 2 3 阿妳是用王力是不好的啦 這是有屁股的喔 先把它勾住喔 然後呢 左右晃動一下 喔 喔 對 然後輕輕地拉 喔 喔 又先晃它 對 欸 好輕鬆喔 欸 嗨 小黃 有嗎 對 喔欸 有了有了 好 走了 欸 走了 然後你 欸 有有有 欸 有有 成功了成功了 耶 明天可以來上班了 那天 好 面試通過 面試通過 喔 經過滑冰道的大冰塊 迅速變碎冰 接著就要入船艙囉 接下來進入柯子寮 魚港的心臟地帶 魚市場大樓囉 這裡喔 可是全台第一座 HACCP 認證的生鮮魚貨市場喔 中午十二點開始 是最人生鼎肺的拍賣時間 最小聽 真的很聽 開始要發覺喔 來 三六 來 三五 來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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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三種顏色的帽子 帽子不一樣 來七分 那工作人員是 工作人員是 紅色的 那 漁民 它是土黃色 土黃色 好 這是米色啦 米色 好的 然後陳蕭蓮是藍色 是來買魚的 對 來買 那個就水一個陳蕭蓮 然後陳蕭蓮要進場 一定要經過洗腳廚 那個洗腳廚 有…我們剛進來的時候有洗腳 對… 這一定要消毒 對 比較乾淨 然後不能抽菸 不能吃檳榔 飲料也不行 不行 這裡進來什麼東西都很大 然後戴帽子 最主要是怕它的頭髮會掉下去 那所以一般民眾可以進來嗎 一般民眾也是不行 不行 就是只有魚飯 然後跟我們的工作人員 以及來買魚的那種飯店 除非你有申請要參觀的 有參觀的就可以 有關關的或是有特別的申請 才能准他們進來 然後你進來還是一樣 一定要穿魚鎖 一定要消毒 或是像我們就是有這個 對… 鞋套 一定要用鞋套 這裡好乾淨喔 跟我們一般看到魚市場不一樣耶 叫賣是由我們的拍賣女人來叫賣 拍賣女人 這不是魚船本身自己的人來叫賣嗎 不是… 像現在魚船已經進港了 然後它從… 現在就拖進來了 推到這邊 推到這裡 這是不能落地 魚又不能落地 真的喔 它有一個軌道 重要的是魚又不能落地 一定要在這邊攤牌 然後由我們的撿魚公來分取 然後一攏一攏就撿好 放過來 然後就有放這 放好了 然後一攏一攏 排了 好… 好有條理化喔 對 很乾淨 完全沒有碰到地板耶 對… 你新鮮餡 讓我出名的科士聊 拍賣實況緊張又刺激 大家喔 用逛仔來語言和笑聲 強標交易囉 欸… 噴鼻仔喔 快來去看家囉 來… 來… 這白鎖魚… 九百…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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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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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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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岩拍賣的那個魚式的生死 好可怕 很可怕 因為他們嘴巴很快 對 平常在加公仔義 可是你真的要從…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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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拍賣觀眾真的是太厲害了 他們可以一直講耶 然後這條你賣完馬上賣完 下一攤 對 這幾頭都五斤出來… 五斤出來… 這條白鎖魚 三斤四… 三斤四… 太奇妙的這種… 魚村的方式 好厲害喔 太普了 走我們去看下一攤 今天去關母吧 我們去賣 不落地的新鮮海產 本被承銷人快狠準地標下 心滿意足地離開魚市 充分展現拍賣新聞貨喔 遊客想要買新鮮魚貨 最新的 都在這個觀光魚市啦 想要吃海鮮大餐 來家就對了喔 他們好像常常都會有這種 一盤一盤的耶 對 它就是一盤這樣賣 一目了然 對 一盤就是這個價錢 它價錢是直接貼在魚身上 所以就是 你就不用就是 還要擔心說會不會很貴 對啊 你就可以到你想要買的價錢 你就可以直接跟它問 公平公正公開 而且如果買的 比較大條一點啊 比較多啦 其實也可以稍稍微 跟它小沙甲一下 對 這種沙甲的 對 回去要跟媽媽多學一點 逛完鵝兒聊之後呢 體驗我們的漁村生活 以及我們的漁獲拍賣 接下來要回去啊 一定要帶伴手禮 給我們的親朋好友們 沒有錯 而且我相信啊 在地的朋友如果來這邊 會買新鮮的漁獲回家 馬上煮來吃 那如果是外地人怎麼辦 開車回去 大概也要四五個小時了 都已經不新鮮了耶 哎唷 等一下要帶大家去的這家店呢 可是在地人的最愛 外地人的救星喔 把新鮮的海產做成 創意的零嘴跟禮盒 送禮自用兩箱儀喔 哇 那趕快帶大家去採購囉 購物囉 走 沒有錯 出來去採購怎麼可以忘記辦手禮呢 趕快到練練柯子寮門事部報到 哇 烏拉魚耶 烏拉魚耶 超好吃的 把漁港通通帶回家 走一趟柯子寮 肯定要滿載而歸的 觀眾朋友 精彩的海線行程 還沒結束喔 秘密獎和阿超 接下來要帶大家去玩水喔 目標就是新達港 教練他已經在等我們喔 哈囉 是教練 是教練喔 對 那我們這邊先問一下教練啊 像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海上三鐵是哪三鐵 海上三鐵的話 主要就是重型帆船 然後還有獨木舟跟風浪板 這三種 像重型帆船的話 它就是 像我們這一艘它是巡航船 那巡航船的話 它可以到環遊世界 對 小小一台可以環遊世界 對 而且啊 它船上啊 它生活機能很好 就是 它有 你要睡覺 對 睡覺的地方 對 你要吃飯的廚房 可以煮飯 對 可以煮飯 然後還有上廁所 而且重型帆船 它不會翻船 它像布島翁一樣 絕對不會翻 對 絕對不會翻 因為它的船下有一根鑄鐵的龍骨 往下沉的 所以 只要你 雖然它吃風 但是 你只要被風壓倒之後 它的重量 水下的那個龍骨 重量會把它壓回來 所以又會回來回鎮 所以它不會翻船 所以其實翻船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危險 對啊 本來想說 是不是很容易翻船這樣子 這樣只有更多人 會願意來體驗 為什麼高雄有這麼多港口 那為什麼要選在新達港 就是從事這樣的海上活動 新達港是高雄的第二大的港口 那這裡附地很廣大 除了這一片海域以外 待會我們彎出去 還會看到更大一片的 都是新達港 對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在港內練習 我們不用怕暈船 然後 學員的學習狀況又能很好 所以我們會選擇在這裡 對 重型帆船出體驗 既期待又害怕 隨手們 各就各位囉 起航吧 今天天氣好好喔 對喔 好適合出海喔 欸 等一下你在看什麼 所以看得到我們現在在哪裡 對 看得到我們耶 你看到嗎 我們穿藍色的衣服 好帥喔 要洋帆喔 洋帆了 洋帆準備 乘風出海囉 依賴鋒利的重型帆船 需要船上所有夥伴的同心協力 具備足夠的知識與技術 才能安全掌控一艘重型帆船喔 趁著風 長陽海上 沒有機械的老人吵雜聲 只有聽到秦偉的海浪拍打船聲 實在太頂級的享受了 哇 夠幸福耶啦 教練說 這一艘重帆還可以環遊世界呢 齁 這麼小台一台尊 首先有客廳耶 還有獨立的衛浴設備 以及一間單人房 和一間豪華的雙人房 還可以胎天窗 曬太陽 看星星耶 齁 有夠豪華的啦 果然是造價不菲的海上交通工具 你們趕快體驗一下掌舵的滋味吧 哇 欸我們這樣自己開場好好玩喔 對啊 我覺得我是船長 對 我是小小船長 今天是體驗了一下 對啊 而且要非常的注意 一定將要在旁邊 因為大家要順便都站著手上 對 真的 而且當你站上駕駛台的時候 你就要非常專注的看著前方 然後看著周遭的環境 算不安全 還有你船上的船員 是否都在 是否都在 對 欸那像有沒有一樣啊 就是可能風向啊 會去改變我們的就是方向這樣 對 所以我們要隨時去注意風 從哪裡來 然後注意我們的航向是不是有偏航了 那如果像風現在往這邊推好了 那我們有要往哪裡走 就看你要往哪裡走 假如我們現在目的地在前方 我們風這樣從後側方過來的話 那我們就維持這個航向 你就自己一直走 就順著他這樣走 對 那如果你是走跟風面對面的航向的話 你就要走進一字形了 所以你跟風面對面的話 會比較難 船就沒有受風 它就會停止 所以你只能走地自行 然後讓船受風 讓我們的船受風 然後這樣往前 對 海上三鐵網 就在新達港 快來高雄玩 新達港在縣市合併之後 積極轉型為觀光漁港喔 安全又環保的縱凡 更是最新興的休閒運動之一耶 期待吸引眾多帆船活動愛好者 前來體驗成功行碩 玩風帆到高雄的海洋一向喔 同樣是三鐵之一的獨木舟 更適合初學者體驗喔 只要你發揮手腦病用 一走一右身體協調 就學會簡單的滑獎技巧 我覺得我可以去 看一下高五節滑龍中競賽 欸我真是想去過高的 阿誰說玩水一定要到墾丁啊 高雄就擁有很棒的清水場域喔 開啟你的運動神經了嗎 來高雄玩就要有十足的體力 第二站我們來到左雲蓮池潭 這裡可是有更刺激的水上運動等著你 圈海首座國際級藍生花椎場 Here you are 準備好我們的下水裝備以後 我們就可以出去玩了 這樣還OK吧 沒差 等一下你下水還是長得一樣 所以要開始了嗎 還沒 你東西都還沒有學完 怎麼可以開始 那我們現在要 對啊現在要做什麼 我們身上還少了兩樣很重要的裝備 就是我們的救生衣 喔90對 還有安全帽 安全帽 好了 好 那我們剛剛還有兩個安全手勢還沒有教 好 所以我們在滑行的過程中 聽到岸上有人在大喊 你歐波OK 然後一直看到我們在比這個的時候 比一個圈 不要問你說你歐不OK 如果你OK的話 你就跟我回一個圈 圈 對 我就知道你OK 你可以慢慢游回來 如果你都不理我的話 然後掉下去之後 對 掉下去之後 如果回OK那手就放掉了 那這樣應該會直接掉到水裡去 對 好 如果你OK你就沒事慢慢游回來 OK 如果你沒有理我的話 我們會當作你初次 所以機器就會整個停下來 把船開出去 所有人掉到水裡去 然後把你接回來 嗯 好 蓮池潭風景秀麗 水域環境優良 這裡可是2009年成為試運會 水上活動比賽的場地喔 由市府與德商赤資5000萬 打造全台灣第一座 五塔環狀系統的染神滑水場 讓高雄成為亞洲最具代表性的 國際運動觀光旅遊城市喔 看來Spin教練也交得差不多了 該你們上場囉 有 我一定會從櫃板就是玩到棧板 可以的 我覺得你不要用太多一下 我怕你等一下 我好累喔 I'm so tired 我一定可以的 可以嗎 滑水 smoke care 什麼 小case啦 哈哈 來 肚子往下 好 好 我覺得我會掉下去 我看前面喔 準備3 2 1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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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弱了太弱了 等一下換我 ok的 你的肚子要很用力 其實I know I know 要用力 來準備3 2 1 走 撐住 不錯喔 真有case耶 請來告訴咪咪咪醬運動神經是這麼的好 欸欸欸欸 我話說到一半 還是被男神這麼一甩 吃醉啊齁 咪咪咪醬在哪裡啊 欸他在哪啊 喔他在那邊 他要撿板子耶 我想第一次看到 橫渡連石潭的所謂主持人 他已經到連石潭中間 但他又游回來 一開始我還覺得他好厲害 很有運動神經 因為學跳舞的 然後我以為他要繞一圈 我們就可以收工 但沒有 咪咪醬 別擔心啦 我們已經派出海上救援了 男神滑水運動 在歐美國家 已經是一項兼具環保 時尚又經濟實惠的水上運動喔 只要你不怕水 都嘛可以來挑戰 千萬不要像阿超哥哥一樣 有安全的防護措施 以及專業教練的教學下 學員都可以放心的下水嘗試喔 說不定哪天 你也會成為帥氣的水上健將喔 好舒服喔 好棒喔 剛剛滑完水肚子好餓 馬上我們來到的地方 現在在剛剛滑水場的旁邊 走路不到一分鐘 馬上就可以享受到 美食了 對啊 而且這裡可是蓮池潭 唯一的一個南洋戶外吧台喔 好棒喔 一邊欣賞蓮池潭的風景 一邊可以享受美食 趕快來吃 美食 滑完水 體力消耗殘勁 就要好好享受 美味的英式料理啦 我真的覺得 深奈高雄實在是太幸福了 你自己想想看 我們這兩天的行程 從暢遊藍色公路 然後一直到走路傳統的漁港 好認識更多的漁業文化 認識更多新的高雄 真的好棒喔 對啊 而且現在啊 傳統漁港都已經蛻變成 讓在地人驕傲 外地人喜歡的觀光亮點 尤其是那個刺激的那個 水上運動 讓我們的海港城 多了更多的多元魅力 真的 太過癮了 想要跟我們一起來熱血愛高雄嗎 那就趕快規劃一趟 遊闖海港城之旅吧 愛上高雄 從此刻開始 嘻哈高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